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评论五分钟嘛 所以也不能够展开的讲 所以我想我首先说一下博树的这个观点 这个博树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学者 又能研究又能说 总是能很准确的把你的观点表达出来 这个你这个中国现在是150年来最强盛的这个国家 最强势的时代 我完全同意 因为这个体确实非常大 但是我想给博树一个建议 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大的一个体 到底得益人是什么人 到底哪些人是受益者 那么上个星期二 有人请我吃个饭 说这个陈小鲁在红二代里面算是一个比较青年的一个人 大概伟东你应该也知道他 但是他私人的财产至少有一千个亿 这是非常熟悉亲近他的人的姑策 但这并不是最多的 这个还有人 你比如说刚倒的这个吴小辉 他的财产是有六倍的一个苹果的价值 大家知道苹果这个公司在世界上大概是 按照一个国家来衡量的话 大概排在六十位还是八十位 我记不住了 他竟然有六个苹果公司这么大的资产 所以可见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企 到底哪些人是得益人 这个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仅仅只是说在那自豪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企 而要看看那些人是受益者 这是我回应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我也是为了这个博树的观点 这个我还是同意中美贸易战 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 而且甚至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过去资亚战也来 多少年来 美国的这个主要的敌人是俄国 从来没有把中国放在第一位 说中国式的敌人 可是现在全部转接过来了 原因在哪里 中国已经变成了美国头号的敌人 当然原因最后我们大家都已经分析过了 所以贸易战 不管是川普在台好 还是他下台好 这个贸易战是一定会打下去的 而且这是一个小部分 那另外一个事实是 很多人以为贸易战只是川普这一个人 或者是共和党一个党的这个决策 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上 民主党跟共和党都是对比的 但是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一致的 而且不仅仅是一致 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头发敌人 这个问题上 民主党跟共和党也是一致的 为此 那不仅仅是在贸易战上 要对中国采取很多措施 而且很快 而且正在已经采取了很多一切的措施 对那些中共的间谍 或者是亲共的这些人士采取很多措施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 贸易战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部分 中美恐怕在整个一个意识形态 还有国家资源 经济方面都变成了一个这个头发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论坛也非常的有趣 各种观点都有 甚至刚才有人在抨击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这都是整个一个汇险的一个错误的制度 中国的制度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俱乐部非常有意思 谢谢大家 各位 我作为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民主会员 我虽然没做什么事 我借这个黑风家的这个宝地 还有杨总 在这边给大家说两句 首先表示欢迎 我希望这个活动搞得越来越好 本来是吃喝玩乐 我们坚持吃喝玩乐的结果 好像我刚才庆祝的时候 你们不是吃喝玩乐的 不仅仅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包括但不限于吃喝玩乐 我真的没什么准备 因为我今天没打算过来 那么大家可能关心 这个昨天和前天的这个 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个 提名的问题 我正好呢 做了一家研究 听众了一下电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我们就不谈中国了 但事实上呢 这个问题呢 恰恰的很热点 在中国的人当中 就是在中国的中国人当中 也很关心 很热点 现在这个资讯的发达 已经中美啊 你看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 中美的这个政治的变化 国会 这个选举 包括那个最高法院的 这种大法官的热点 都使得中国人 稍微有点关心政治人的 一个热点 那么这个 当然我可以说了 我贴了一些推特上的广告 我是不太站在这个 me too这个立场上 来支持这个 Dr.福特 福特这个教授 他是指控的 accuser 那么 核心问题就是说呢 我并不能认为 35年前的一个故事 能够到今天 重新在一个政治场合 搬出来 就那么可信 因为 他可以讲出很动人的故事 但是没有 佐证啊 能够 来证明这个事情发生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大家可以敬想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们然后再谈法律 一个观点是说 他有没有发生过性情 这点是很怀疑的 这个 我们并不知道 他这个性情 这个 他这个心理医生 可能碰到过 类似样的故事 他可以从别人身上 搬到自己身上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讲 就是 性情者道德是谁 就是说 可能他有一个 有一个 这样一个经历的过程 性情者 但是是不是那个 布拉 卡卡诺 就是这个大法官 批评者 我们并不知道 30多年以后 他能够肯定的说 这个 也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 他在 他丈夫提供了一个证词 说2002年提到过 这件事情 2012年他跟夫妻 去看过一个 卡普 就是一个心理医生 可是 没有拿出这个证据 看心理医生的 或者叫 Therapy 就是这样一个证明 第三个来讲 他有 他的一个朋友 在Email当中 在2016年的时候 提到了他 心情的事件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提到这个名字 直到了 这个卡巴诺 被提名了 2000以后 他们在确认说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 他说那个人就是 卡巴诺 所以这个 从整个对他讲的过程来看 这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卡巴诺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吧 他可能 张冠你带 就可能会有一个信心的过程 把那个信心的 给转换到 另外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很容易在这个证词当中 做证词的时候 他能够 没有任何麻烦的 会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只是把时间 地点 转变一下 所以你仅仅看他一个动能的 或者比较 credible的 可信的那个证词 是不能够回答 这第二个问题的 是吧 第三个问题是 Trama 最重要的 就是伤害 创伤 来讲 他把这个事情拿起来 没有创伤 拿35年以后 你提这个事情干什么 对不对 因为有创伤 可是一个创伤 持续35年以后 他把它讲出来 这个完全是不可信的 他也没有任何治疗的 这个居物的经验 所以从三年来讲 我从个人来讲 我当然不会支持 但是我们 作为律师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会谈这个事实 yes or no 我自己在这个场合 还会谈到 yes or no的问题 但是 法律上经常是有三个选择 一个选择yes or no 第三个选择是unno 我不知道 但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那么都不能够 成立一个指控 这是肯定的 但是对事实的部分 其实只有三个答案 有些朋友在网络上跟我说 那不是就是 是吗 两点黑 即黑白白 在法律上也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有 事实上本身来讲 他可能是有三种状态 他的状态是一种 unno的状态 就是不知道 到底是我们这种可能 也许有一许没有 但是从法律程序上来讲 我们要证明你有 那么这是很难的 那现在的程序 是什么程序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程序 不是一个 规模的 investigation 不是一个形式调查的过程 这个大家可能 会有误会 因为这个案子 根据1982年 哦 这不是全的 根据1982年 马里兰的法律 这个是个清案 清罪 清罪来讲 只有一年的诉讼的期限 就是说 他已经过了35年 没有诉讼期限 所以他不失 这个 criminal 这个 调查的过程 现在只是叫 FBI调查 就是说 因为有这样一个指控 那么 我们这个大法官提名 能卡到落 他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不是清白了 他是不是一个在 品行上还认为完美的 完好的 是这么一个调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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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